慈母的身影呈追忆 女儿张秀美自此孤身一人 抗拒心的生活 你不要怕啦 那边有人煮来车的 不高兴她就发脾气的 没有事情的 发生就好了 让小孩子发脾气这样 马六甲慈敌志工长期关怀 并协助办理丧事 接着要为43岁的张秀美 安排更妥善的住处 三娘善心老人院 因为她一个人住在那边屋子 所以我们不放心 要自己的安排一下 要给她找一个地方才有好处 就像她在这里 只是照顾她的母亲 但是那里可能还有 很多其他的人母亲 她也可以回馈那里 帮助那里的老人 车程三个小时抵达新环境 张秀美可以学习到一技之长 不过她却紧握志工的手不放 带她进来是经过 很种种的考验 包括今天还很担心 她能不能接受 这也是对她好 未来也是一个安心的地方 她独居嘛 在那个屋子 我们也是担心她的安全 也没有人照顾她 来到这里就有人照顾她 我们希望她可以适应 我看到这个善良地方很好 又安全又干净又舒适 我的堂妹放这边我就安心了 张秀美即将展开新生活 学习把爱母亲的心 延伸爱护更多的人 大爱新闻林慧珠 马来西亚报导 小时站 也容忍 你好 你是 我 decades